現在全國三級警戒 沒有辦法舉辦實體畢業典禮 很多是採取線上舉辦 而當中台南市大灣高中的 畢業典禮影片當中 家長會長致祝福遲時 突然跳平 要讓大家好好宅愛家防疫 還推銷起自家的湯阿雞套餐 跳透的發言 讓很多網友都笑反了 校長感性的祝福 影片以溫馨拉開序幕 接下來家長會長也要祝福大家 要讀書的 好好的 要做生意的 好好的學 提起一些經驗 要做兄弟的 就不要了 抵著小平頭的家長 會長用略帶鴨地窺的口吻 語重心長 用心叮嚀 接著他還非常的關心疫情 要提醒各位 這段期間法律很重要 盡量不要外出用餐 兩名員工拿著關東旗進場 畢業祝福詞 瞬間跳瓶來到了購物頻道 趁機推銷自家的湯阿雞 完美的置入行銷 這位家長會長說本意不是打廣告 臺南市大灣高中線上必點的這段影片 家長會長的脫稿演出 大批網友被戳到笑點 直呼太爆笑 華市新聞劉漢生 邱俊平陳信仁 台南報導